就是月休三天 工资两千八的都有 他要去试港了三天 发现太累了 就跑了 而且人家这三天的工资都不发给他 今年的魔幻现象 消费降级底层失业 终成亏本老板破产 电商卷死 实体惨淡 苦红经济走红 就算哭穷也要旅游 田肱接近崩塌 宁愿单身也不能饿死 老年人没苦硬吃 年轻人没福印象 买不起的东西都在降价 买得起的东西都在涨价 欢迎补助 实体店真的要玩了 有件事我一直很不明白 为什么很多挖空心思 费尽心血 好不容易上市的公司 上市成功后 就很快出现巨额亏损 然后市值暴跌的状况呢 作为港股 新茶营第一股的耐血的茶 自21年上市至今 从18.98港元 跌到今天的1.55元 跌幅已经超过九成 根据8月2号的公告称 公司预计 24年上半年 净亏损约为4.2亿 至4.9亿元 上市前年年转 为什么上市后 就开始巨额亏损呢 21年上市 有资金加持 22年收购乐乐茶 为了跑马圈地准备起飞 23年启动加盟模式 这一切都好像顺理成章 但根据第二季度的公告显示 整个二季度内 耐血的直营店 净增长居然为零 而截止6月30日 加盟店只有297家 距离2000到3000家的业务目标 相差不是一点点 据说主因是 随着竞争的加剧 买耐血的人越来越少了 财报显示 单店日均订单量 从22年的348.2单 降为23年的344.3单 而且门比订单的平均销售额 也同比下降了13.7% 一边是门店收入承压 一边是成本优化空间很有限 导致门店的盈利压力很大 因此开新店的同时 也不断地关闭 不盈利的旧店 但二季度就关停了48家之影店 也导致了发展的停滞 这个曾经喊出 要对标星巴克的新茶饮第一品牌 似乎陷入了困境 不过有广大股民们的支持 未来的前景还是一片光明的 没人空置 空置 空置 还是空置 现在是中午11点钟 除了我在这边拍摄 这个商场里面 连人都看不到 这里就是无锡的大跃城 我刚刚来的时候 整个地下车户 车位空的不得了 你想横着停 想竖着停 你想怎么停都行 大跃城在全国 很多地方都做的是比较成功的 并且他把做得那么难的 博大广场都已经救活了 但是才过了一年的时间 这个商场从复一楼到四楼 每一层都有店面在控制 现在的入住率 可能跟刚开始的时候比 连70%都达不到了 我觉得商场做不起来 最大的原因就是直播带货 就是电商的问题 像这一波浪潮 一下冲击过来 整个商场被冲得四分五散 因为商场它的租金 本来就是比较高的 比外面可能高个两倍三倍 但是商场里面 它有人流的保障 但是电商这一波一冲击 商场里也没人了 全部都在家里消费了 因为家里都弄手机 货就到家了 商场里面也不愿意来了 你看现在是夏天 商场里开的空调 都没有人到商场里来 吹免费的空调 所以真的是要把这些直播带货 好好的制止一下 不然的话 每年关闭的商场 都会成直线上升 为什么说南宁变成了一个人口流失的城市呢 前几天发的南宁就业难 早来了准备二十万人的人围观 评论区不少还没找到工作 或者找不到工作的朋友 这可能也是导致南宁人口流失的重要原因 我分析了以下几点 你们看看 我说的对吗 第一就业难 前段时间去面试就发现 大部分岗位不是销售就文员 再者就是服务员 省职空间不大 南宁本土的大型企业也少有 大部分都是家族企业 要是没有背景 根本进不去 第二 工资低 大部分人的工资都在2500至3800 但是物价除了水果其他的都不算低 房均担价都要一万以上 想靠这点工资 在南宁安家真的太有难度 经过几年的工资 能把到手工资有六七千都不错了 第三 南宁遍地的廉价劳动 私企单位几乎是没有双修的 工作又复杂 根本没有时间提升自己 第四 房价太高了 基本上都要一万以上 别说是市中心的位置 连比较偏僻的沙井龙岗房价 也是被炒到上万 第五 创业难 商场的人几乎寥寥无几 更别提能带动消费了 实体店很难维持下去 有人说南宁适合生存 不适合生活 一线城市的消费 三四线城市的生活 你怎么看呢 家人们就是说 本应届生 六月中旬毕业 六月底找到了一份店销的工作 六月底去入职 然后上了一个星期班 七月初被辞退 然后就一直找工作 一直找到现在八月份了 咱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为什么呢 我来给大家数一下 我的情况 首先当时被辞退的时候 我还是很自信的 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设计 我可以去教画画班之类的 然后我就把家附近的 所有的画画班 全部广撒网了一遍 结果发现 画画班好像 暑假班的人 应该要提前收 已经提前找好人了 暑假班暂时不缺人 然后我就继续广撒网 撒网到了家里附近 所有的公司 全部撒了一遍网 然后我也提前在 BOSS执评上面 和人事聊好了 人事说 可以接受应接生 可以接受无经验 武汉 七月份 那么热的天 我去面试 人家明明在网上说了 说无经验是可以的 然后我去面试 他又说 不好意思 我们不要没有经验的 我每天 哑光的出去 水光寄的回来 这么热的天 这么热的天 我每天出去面试 我面了三十多个室了 一个都没有人要我 然后我就去 发消息 打电话 不论几个 我关系比较好 带的同学 他们有的找到了工作 但是大部分 目前为止 都没有找到工作 然后找到工作 都是那种 很差很累的 就是月休三天 工资 两天八的都有 他也去试港了三天 发现太累了 就跑了 而且人家那三天的工资 都不发给他 这样的倒霉蛋 太可怜了他 所以我就发现 找不到工作 根本就不是 我们的问题 也不是我们不够优秀 就是这个经济环境 实在是太差了 大家都想节约一点 试错成本 不想找没有经验的小白 然后呢 大学生 武汉 真的很饱和 韭菜一茬 接一茬 一茬 接一茬 根本就是 割都割不完 最后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近期 欧洲基辅保养品公司 拜尔斯道夫公布的半年度财报显示 销售额未达预期 与此同时 多家在中国经营的美国行业巨头也报告称 中国市场拖累了公司业绩 拜尔斯道夫周三表示 由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疲润 旗下品牌来破逆的销售受到了影响 导致公司半年度营业利润未能达标 该公司股价在早盘交易中最大跌幅达到5.9% 降至123.65欧元 这是自续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 由于经济不确定性 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支出趋紧 那些仍有能力购买奢侈品的人也对炫富持谨慎态度 这使得高端美容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放缓 在中国市场环境严峻的背景下 莱破逆品牌在2024年上半年的销售额下降了7% 据路透社报道 投资机构Stifo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莱破逆品牌的疲软是公司消费部门 第二季度销售额不佳的主要原因 影响了宁维亚品牌的强劲表现 总部位于汉堡的拜尔斯道夫表示 第二季度消费业务的有机销售额增长了6.1%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7.4% 在集团层面上半年有机销售额增长7.1% 达到52亿欧元约57亿美元 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7.2% 法国化妆品巨头波莱雅也指出 中国市场未见反弹 对其业绩造成了影响 预计下半年中国市场将继续小幅负增长 拜尔斯道夫公司重申了全年有机销售增长 6%至8%的预期 但首席执行官文森特·沃纳里表示 如果销售增长处于预期区间的低端 他会感到失望 财务主管阿斯特利德·赫尔曼表示 公司2024年的增长 将取决于莱珀尼再下半年的表现 与此同时 美国大公司的财报显示 中国市场拖累了整体业绩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中国的经济放缓和本地竞争激烈 影响了大型外企在华的盈利能力 据CNBC报道 麦当劳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克里斯多福·坎普钦斯基提到 该公司在截至6月30日的季度业绩中 中国消费者信心疲软 他说 中国消费者非常注重价格 购买行为以优惠为导向 麦当劳表示 尽管整体国际开发市场的销售额有所增长 但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下降 拖累了整体表现 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昆西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指出 由于房地产业和定价等结构性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普遍疲软 通用墨房公司首席财务官 科菲布鲁斯提到 阿根达斯在华销售额 受到消费者信心低迷的影响 本季度 该公司在中国的有激进销售额 下降了两位数 星巴克报告称 截至6月30日的季度内 中国铜电销售额下降14% 远高于美国2%的降幅 可口可乐指出 中国消费者信心低迷 销售量下降 截至6月28日的季度内 亚太地区经营业收入 同比下降4% 降至15.1亿美元 但东南亚 日本和韩国的销售有所增长 中国企业同样面临困境 6月 全国零售业销售额 仅比去年同期增长2% 瑞幸咖啡报告显示 铜电销售下降了20.9% 瑞银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师孟磊 在7月23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中国大陆股市第一季度的盈利 可能已出底 多家美国消费巨头 在最新财报中 也反映了这一趋势 苹果公司称 在截至6月29日的季度中 大中华区销售额同比下降6.5% 强盛公司表示 中国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市场 也是公司业绩不达预期的主要原因之一 保洁公司报告称 截至6月底的季度中 中国销售额下降了9% 首席财务官安德烈·舒尔腾表示 中国市场预计不会恢复到疫情前的高增长率 酒店运营商万豪国际将今年的美间可用客房收入增长率 一期下调至3%至4% 主要原因之一是大中华区业绩将持续疲软 在截至6月30日的一季度 万豪酒店大中华区的美间可用客房收入下降约4%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